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李嘉诚活出了他挂在办公室里面的一幅对联 这幅对联挂在李嘉诚的办公室里 是清朝的左宗堂写的 上联是发上等的愿 结中等的圆 降下等的福 李嘉诚发达之后 仍然降下等的福 也就是过得非常的简朴 50块港币的手表 戴了20年 仍然舍不得换掉 他和工人们一起吃工作饭吃盒饭 非常的简朴 这是降下等的福 什么是结中等的圆呢 也就是他是上流社会人 可是他和别人结圆的时候 完全不站在上流 社会人物的这个层面上 服侍服看着别人 不是的 他非常的和蔼可亲 非常的亲切 有一次他接待一位上海的富游的人 他站在70楼电梯的门口 亲自来接见 让对方是受宠若惊 这是结中等的圆 什么是发上等的愿呢 像李嘉诚这样的企业家 好多企业家都是有这样共同的心态 他们发上等的愿 有一个很好的心态 就是要回馈社会 造福人类 希望我们也能够活出 这三句话 这幅对联里面的这种心态 祝福大家 好多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